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尾盘纷纷出现了大涨的走势 这种走法其实我们一般口语上就会把它称之为 暴富性的反弹 所谓的暴富性反弹指的就是先前可能市场上 因为恐慌的气氛 因为大家对未来有不确定性或者是担心害怕 所以纷纷的追杀 甚至有一些法人被迫也启动了停损机制 所以一波接一波的卖压多杀多之下 让股市快速的修正 这种修正的过程当然它也会代表 就是筹码也会快速的肃清沉淀 所以一旦投资的氛围稍稍只要有所改善 甚至说贸易战只要没有进一步的扩大风暴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暴富性的上涨 走势上面看起来其实就有那些类似 像英文字母的V 所谓的V就是涨这样 所以也有人会把它称为叫做V型的反弹 那今天有非常多的公司上涨 那当然如果大家关心这所谓的一个贸易战的演变 或者说华为事件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消息面 再帮大家更新一下资讯 事实上在今天早上就今天早上华为的任正非创办人 接受了大陆的媒体专访 那字字句句都充满了玄机 也都坑坑有力 那这里面我把它的重点直接跟各位分享 其实提到这一次美国的制裁措施 那华为他其实强调的是 他们本身就有这些高端零组件 包含晶片的自制能力 那因为其实美国针对华为 也不是一天两天近期的事情了 事实上一年以前就已经动作平平 所以他们也早有开始去做准备 那因应之道就是提升自主的研发能力 不管是全世界找人才不管是杂资金 其实已经日以继烈这样子拼了好几个月 那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看 美国要去打华为 结果连着两天就昨天还有今天 我们看到大陆的华为概念股 其实大多数都是出现强劲的上涨 那关于这一点 昨天魏老师在节目解盘里面也有分析到 我说因为如果现在大陆他不想要示弱 或者像今天华为的任正非也提到说 我们是有自制能力 美国打不到我们 我们不怕 那最能够直接在市场上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看股价 让股价来说话 那因为华为本身是没有挂牌的 但是华为供应链的这些零组件股票 大陆的本土厂商当然就是要涨给你美国看 告诉你我们的气势就是没有在怕的 那反倒是最近美国相关的这些半导体的公司 重要的零组件公司自己跌了东岛西歪的 所以川普呢寄出这样子的政策 看起来呢 是还没先伤到敌人 先伤到了自己 那当然这一切呢 其实都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一些手段 那我认为事情当然还没有这么快就落幕 但是呢 从昨天我就提醒大家 昨天为什么台湾的周小型电子股 能够呢 早盘大跌盘中过后呢 跌幅有一些收敛 那到了今天呢 还持续的往上反弹 关键就在于美国的华为供应链是倒地的 但是呢 大陆的华为供应链 是展现出不怕战的这种气势 所以对于台湾电子股来说 当然呢 也不用看了这么悲观 那我强调 目前我们的操作策略上面的想法 第一种 投资朋友常问我的问题 家族朋友常问我的问题 要不要做空 那第二个 大家常问的问题 大家关心的问题是 贸易战底下 看起来似乎有一些不受影响 或者是受贿的个股 值不值得来做买进 那我在这边呢 先统一回答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分享过很多次 要不要做空 薇洋老师一直都是一个 主张股市里面 要同时学会多空双向 所以能做多 当然也就能做空 因为股市不是只有涨 总是会有空头来的时候 学会做空 可以保护自己 也能够呢 让钱继续赚钱 但是 注意听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是很适合 不是很适合 我认为真正要适合做空 是要呢 趋势转空 那趋势有没有转空 你要看景气的基本面 你要看企业获利的基本面 甚至你可以从一些筹码面来做观察 那这个部分 我认为目前呢 并没有出现 趋势转空 那你说短线跌了700多点 我说这个叫做多头修正 这样讲不过分吧 各位朋友 这一波台股涨了大约1800点 回挡700点 连一半都不到 大约啦 大约是差不多呢 回挡0.382再多一点 这个都还算是强势整理 连0.5一半都不到 所以有时候真的想一想 大家呢 太习惯于上涨的行情了 所以涨了1800点之后 把大家的野心跟胃口都养大之后 认为好像跌700点 世界末日来就应该要全面转空 我认为现在并不是 非常适合的时机 因为趋势并没有转空 再者 现在已经进入到5月下旬 很快的6、7、8月份 就是除全席的旺季 除全席旺季 就会有龙卷回补的问题 所以呢 除非你们个人要操作 你要去做一个短空 不管是当日的冲销 隔日冲销 还是就是呢 极短线2到3天拔挡一次 那这种极短线 你本来就不用考虑那么多 因为每天都同时有这种 多跟空的机会 极短线那另当别论 但极短线只适用于个人的操作 假如今天我是一个人在操作 我每天就去做空了 但是我现在是带一群人 那关于第二个问题 像最近贸易战 有一些比较看起来不受影响的 甚至呢股价还能够逆势上扬的 那温阳老师 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些机会 那我们要不要去操作这些股票呢 当然有留意到 我也跟各位还点名了这些 甚至产业甚至个股 比方说大家讲台商回流 那是不是就有一些呢 土地资产股 还有一些呢设备工程股 就受惠了 另外呢大家讲贸易战嘛 所以呢生产基地或市场放在呢 东斜市场的就受惠了嘛 纺织自协 像这一波运动产业的 健身器材自行车也受惠嘛 那内需的像水泥股 或者说像食品股 饮料股 餐饮股 也受惠 或者说不受影响嘛 这些都是在贸易战底下 你可以很轻松 而且很显而易见地找到的 所谓的盘面的逆势焦点股 但要不要去做呢 我这个部分 我比较持中立的看法 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 就要看你自己的情况跟需求 那我举例来讲 国内的投信法人 他们是一定要买股票 行情再怎么差 就算是超级大空头 他们也要买股票 但是呢他们 懂得去换股票 在他们手中一定要 有持股的前提之下 他只好去买进一些呢 比较低波动的股票 或者抗跌的股票 或逆势上涨股票 所以最近因为法人的避险资金 从被贸易战打到的电子股 抽离出来 然后去买进上述的这些食品 水泥 甚至金融资产 所以就让这些族群 在这一段时间 有一点的逆势走高的味道 那是因为法人有避险资金的需求 把资金转到这里来 但是这些族群 以现在的平价 本益比 股价净值比来看 其实有很多都不便宜了 都在历史平均的高原 所以你现在去买 可能你也赚不多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很活泼的股票 可能是能够逆势上涨 甚至能够创新高 但是大概就是每天 2% 3%这样子涨 会比较慢 那与其你现在去追高 去买进这些本益比偏高的 避险族群 然后希望换得 接下来它也可以不跌 甚至每天2% 3%这样涨上去 你不如回过头来 甚至是应该讲低头 低头往下去看看 被打趴的电子股 跌的20%以上的 跌了30% 40%的这些电子股 如果它的融资已经被洗干净了 那你再去对照 这些跌升的中小型电子股 真有那么差吗 其实很多不差 第一季的财报大成长着 4月营收创新高的 5月以后预估的展望 还会更好的 这些跌升的电子股 之前是因为市场的停损 跟恐慌的卖压 无情的被卖下去了 那我说现在只要投资的气氛 不要更差 不要说有多好多好 那也不容易 贸易战是一个长线的谈判 那只要投资气氛没有更差的情形之下 这些跌升的电子股 它随时都可能 一个报复性反弹 20% 30%就出现了 你再打个折好了啦 可能短时间就有15%到20% 那与其现在还去追高那些 避险的传产族群 金融资产族群 真的我个人的想法跟策略的建议 会资金拿来准备买进 跌升的电子股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呢 要第一个提醒大家 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因为我认为电子股要反弹的机会 已经陆续浮现 有一些个股 今天大概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那有一些个股我认为呢 可能在本周的下半周 也会浮现一些买点 虽然整个贸易战 是边打边弹 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不会这么快落幕 但是我们所观察到的 投资的氛围已经慢慢有所改善 再加上我一直在强调 一再强调 要去注意大陆股市的变化 如果上证指数 在连番的利空重创之下 还没有破低 守住前低2838点 到年限2800点的位置的话 那代表有一些个股 你真的要留意了 所以投资的机会即将来临 那我们呢 也准备要出手了 我们摩拳擦掌 已经准备好了 那也感谢呢 这一段时间以来 家族朋友的耐心 冷静 以及成熟的看待这个股市 那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想要参与 接下来的行情 今天来电正是时候 那待会休息回来之后 魏阳老师呢 还有进一步的 从筹码的角度 要来呢 分析 到底大盘的后事与未来 会怎么走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其实在昨天 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提到 大陆的华为概念股 不但没有跌 还几乎全线上涨 那我说不用对台湾的电子股太悲观 那或许昨天我这样说的时候 多数的人是没办法感受 甚至没办法认同 但是今天随着华为的概念股继续涨 那国内的电子股 有很多大涨或涨停 今天相信魏阳老师话的人 应该会变多 那再过一两天 我敢说这个礼拜会有更多的人 开始对于跌升的电子股有兴趣 那我们其实是领先提醒大家的 那同时呢 我还要再进一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开始你会听到很多人告诉你 三星概念股不错 我只能说这种炒作性的话题 浅尝极值就好 基本上为什么今天盘面会去炒三星概念股 因为大家的想法是这样 全球智慧营手机 现在排名第一三星 第二华为 第三苹果 那好我们从第三名的苹果讲起 那如果川普接下来 对3000亿的中国的产品要克税 那就会包含到笔电跟手机了 那苹果的售价势必要调高 那就会影响到 它在美国的销售市占率下滑 所以苹果会受害 然后接着第二名的华为 那更不用说 这就是现在呢 美国商务部正在打的 那所以第二名第三名如果都不好 那第一名的三星就是受贿者 那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炒作的话题 基本上你看股市的反应 请问今天两岸的平概股 有没有涨 有 请问今天两岸的华为概念股 有没有涨 也有 如果平概股 华为概念股会涨 那请问三星概念股 你是在高兴什么 这是逻辑的问题 A受害B才会受贿 那如果A都受贿 或A没有受到影响 那你B是在高兴什么 所以这就是台湾的一些风向球 很喜欢这样去操弄散户 那我没有说好跟不好 投资这个东西 只要你有办法赚到钱 没有什么叫好跟不好 但我只有提醒你潜藏极止 台湾你要真说 谁谁谁 有多受贿于三星 我跟各位讲 那个都是脸销威 台湾没有什么公司 你说真的有多受贿于三星的 受贿苹果 受贿大陆的手机 这个比较实际 所以很多散户 因为对于产业的东西 不是很清楚 所以往往就掉到那圈套里面 那我们今天都还没讲到个股 对不对 大家期待已久 但是呢 我觉得不错 其实我想想 我们少讲一点个股 微软老师都不讲个股的时候 大家还会看我节目 就表示说 你们都很有素质 投资的素养很好 都不是那种传统上就是 把投过节目都当成 要来超名牌的 那我只是提点一些 目前可以留意的方向 中探针 各位从筹码面上面来看一下 这一波呢 这个融资跟主力 几乎是同步的 也就是说这个融资是来自于主力大户的融资 股价呢 其实维持高姿态 维持高姿态 那这一波 其实股价呢 为什么跌不下去 因为大户基本上 持股没有松动 那看好后面的三个题材 电动车 针无线耳机 还有电子烟 这都是呢 趋势型的产业跟产品 那另外 我们看到 伺服器 6669 微影 这个从去年 大概在新贵市场 就开始受到一些法人的追踪关注 那挂牌以来 其实呢 就我所知 外资投信呢 也一直呢 看好 那的确也有一些买进的动作 只不过 公司有点呢 挂牌身不逢时 第一个 他三月挂牌的时候呢 就 碰到这个贸易战 持续的呢 扩大 开打 那第二个 公司自己呢 第一季也比较不争气 第一季的 获利表现其实不是很好 但是呢 这也算正常 因为第一季本来就是他的 比较淡的传统淡季 那现在第二季开始呢 客户端的订单动能 已经逐渐的恢复 下半年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 应该会非常不错 那因为其实 不管你贸易战怎么打 该有的一些企业资本支出 它还是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 就我们讲 大型的资料中心的建设 这个是要持续下去的 那目前呢 唯引的两大客户 就是脸书跟微软 大概就占他营收了九成 所以对于他订单的掌握度 能见度也相对会比较高 因为你只要看 这两大厂的一个需求 那因为这波股价 它是先做拉回修正 所以跌在前面 去反映呢 第一季的财报 比较不好 那最近呢 拉回打第二只脚之后 你可以看到 两只脚已经形成了 左低右高 慢慢的垫高底部上去 那今天股价呢 也有暴富性的上涨 那加上公司呢 因为预计要配 16块的现金股利 那你算一算呢 其实这殖利率 也有将近5% 所以它的下档会有价值的支撑保护 那这个就是呢 目前我们会开始去布局啦 或者说留意的一些呢 中小型的电子股 那还有很多标的 我们最近几天会开始 陆陆续续的出手 那回来讲一下 大盘的筹码面 那我首先呢 让各位去观察比较一下 目前加权指数 其实外资当然是因为呢 国际资金的移动 有连续性的卖超 那融资也减肥 不过减得还不太够啦 但是呢 各位看看自营商 这一波指数压回的过程当中 看来自营商呢 对全资股是蛮看好的 那自营商跟外资不同调 这蛮有意思的 那我特别今天放自营商 是要跟各位讲 自营商的操作目标逻辑 其实我觉得跟你们比较像 跟散户比较像 散户做股票 不是像投信那样 在比说谁抗跌的嘛 散户没有人在比 就是说你去跟你好朋友 跟你邻居比说 这一波你亏20我亏10% 我赢了我赢了我最糟 散户没有在比这个 投信是这个逻辑 这叫相对绩效 自营商要的是绝对绩效 他就是要赚钱 我要嘛不买 我进场就是要赚钱 钱拿了砸下去就是要赚钱 很多自营商的资金 就是公司老板自己的钱 所以他们对风险的控管是更严格的 这是自营商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一波为什么指数压回 自营商在买全职股 因为其实有很多全职股 一样是被低估被错杀 那一样是拥有殖利率 而且跌下来之后殖利率变更高 那么很多全职股 其实现在本益比呢 已经回到历史平均值以下 所以自营商看到了这个机会 那利用呢 因为外资他们是国际移动资金 发生这种系统性风险 外资那不用说 他当然一定是卖股票的 可是外资在卖股票 跟买股票都没有感情的 他敢卖他也敢买 改天呢行情稳住了 他也会呢不计价的买回来 所以自营商就趁外资在卖的时候 有点人气我取 你丢我捡捡便宜的味道 那我们看OTC贵买指数就不一样 贵买指数当然融资也是减肥 那反倒自营商是卖 外资是买 刚好又相反 那这个又怎么看呢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最主要就是 因为OTC是高波动 高风险高报酬的中小型股 那我前面讲 自营商进场就是要赚钱 要绝对报酬的 那或许呢 在目前的风险因子 还没有淡化之前 他们只敢做比较呢 承接一些被低估的大型股 但是对于呢 追求这种高报酬的中小型股 暂时还不敢碰 所以如果要说 衡量一下这个市场 什么时候可以更积极大胆的做操作的话 我觉得大家也不妨观察一下 自营商对于OTC贵买市场 什么时候呢 会有比较连续性或一致性的买操动作 那至于说外资去买OTC 我想就是当然 代表有一些中小型个股 外资他是敢碰的啦 他是就整体的考量 因为集中市场他已经减码了 所以他有更多的资金 只要挪一部分 来做中小型个股 他可能就有超额报酬了 那再来我们看到呢 代表看跌后市的 台湾50反向ETF 那最近散户是卖出的 融资减码 那因为卖出看跌的标的 所以代表有可能是翻多 但是我打一个问号 也不要言之过早 因为这个融资的减肥 也有可能散户只是呢 先前买进之后被套牢 那现在看到弹上来了 所以解套 所以赶快卖 所以后面他会不会呢 持续卖 还是呢 又要转买 这个呢 也还不能这么早下定论 你不相信的话 你看另外一个 也代表是比较 看坏后市的 富邦VIX ETF 前面融资也是减肥啊 结果呢 减了一段时间之后 最近又转买了 代表呢又看跌了 所以这个减肥 有可能只是因为呢 前面的融资被套牢 然后解套之后就撤退了 好 所以目前其实整个 从马面来看 我觉得有一些个股的 投资价值 投资机会开始浮现 但是呢 一定要呢 冷静理性的 按部就班操作 一步一步来 才不会呢 一下子操之过急 又让自己呢 暴露在更大的风险 跟伤害之下 那威阳老师 很有诚意的 希望帮助大家 欢迎大家 跟着我们脚步 把握这一波的 反弹行情 祝大家操作顺心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合执行 未经许可不合执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